曾侯以十六节龙凤玉卦室 战国早期 现仓湖北省博物馆 整件玉器玲珑剔透 长48厘米 宽8.3厘米 厚0.5厘米 呈青白色长袋卷着状 全器做成可以活动的十六节 看上去就像一条飞舞游艺的长龙 这条战国时期玉佩 工艺之绝超乎你的想象 五块玉料分开雕刻 然后用三个火环和一个玉霄丁连接在一起 火环是可拆卸的笋卯工艺 形成十六节可自由折叠的玉佩 这条长42厘米的战国龙凤玉卦室 刻有54只动物 包括37条龙 7只凤和10尾蛇 用到了镂空 浮雕等技法 布局严谨 对称好揪 这件就是曾侯以牧著名的十六节龙凤玉卦室 时代是战国早期 它出土的时候是位于牧主人的头骨附近 那么可推测出很有可能是用作帽子上面的帽室 我们看到全器一共有十六节玉漆组成 采用了透雕 浮雕和英克等技法 一共雕出37条龙 七只凤和十条蛇 在第十四节和十五节上 有凤爪抓蛇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分雕连接成型工艺 这种工艺呢 突破了商周时期常用的一胚一气的工艺传统 看到该气由数块玉料分别对Po 但是呢每一块在Po的时候不把它们切断 而是将连接处脚心的磨成固定或活动的圆环 最后我们用三个笋某合成的椭圆形活环 还有一根玉霄钉 把它们连接成了一条卷折自如的玉笼